日本首相菅义伟今天宣布对东京都四度发布紧急事态宣言 从7月12日到8月22日指 涵盖整个东京奥运举办期间 菅义伟说为了不让疫情再度扩大到全境 有必要强化防御对策 日本放送协会报道 日本政府今天傍晚举行2019冠状病毒疾病防疫对策本部会议 菅义伟在会中表示 包括东京都在内的首都圈 从6月底开始感染人数持续增加 尽管目前重症患者数及病床使用率仍停留在较低水准 但考虑到变种病毒的影响 为了不让疫情再度扩大到全境 有必要强化防御对策 由于无法抑制东京都疫情再度扩大 日本政府决定从7月12日到8月22日 四度对东京都发布紧急事态宣言 且目前全境唯一被发布紧急事态宣言的冲神信 也将同步延长到8月22日 7月23日开幕 8月8日闭幕的东京奥运会 举办期间将完全处于紧急事态宣言下 另外目前实施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的地区 其余县千叶县石南川县及大府县四府县 将同步延长到8月22日 北海道爱知县京都府宾库县及福岗县五道府县 将如期在7月11日解除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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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